這是Shadowcast 連接 Sony的攝影機 透過這個轉換器 就可以在iPad上面顯示影像 但是由於 Shadowcast跟 這個轉換器的整體延遲會超過100ms 所以不建議拿來做電動玩具的 螢幕的應用 當然啊你也不見得要接Shadowcast 你也可以接25元的人民幣 一樣也是可以達成一樣類似的效果 只要你的 USB截取卡裝置符合USB2.0的 UVC 就可以在 iPad上面使用 你好我是Faybon 最近很多小朋友問我說 這個Shadowcast這一隻啊 是不是可以直接在iPad上面使用 就像這樣子 這是Shadowcast 這是連接這個攝影機 然後呢 然後就照著這個 這個玩意 然後這樣 這樣子 直接在iPad上面做使用 可不可以這樣子 那 我 我今天非常好奇的是說為什麼這些小朋友會問我這些問題 於是乎我就到了那個 這個Shadowcast 募資的官網去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的 這是Shadowcast的募資官網 其中有一點他釋出了這個 如何讓iPad如何讓Shadowcast 在iPad上面玩任天堂遊戲大亂鬥這個東西 那他也是出了一個影片大概就長這樣子 就是他必須要透過一個 Mac的筆電 然後透過無線進射的方式 在iPad上面做使用 大概大概方向是這樣子 那其實坦白說啊這個 iPad上面當螢幕 這種這種產品這種設備 我們公司早在兩三年前就已經做出來了 ok 好 那 我們在講之前我們還是要告訴你一下原理好了 這是iPad iPhone 的作業系統 iPad iPhone的作業系統他並沒辦法直接插入USB webcam的 視訊裝置他是吃不到吃不到的 安卓可以但是iPad iPhone是無法吃到的 你如果要直接將這個uvc 免區webcam的裝置直接插入到iPad上面的話 你必須要透過一個轉換器轉換成iOS看得懂的訊號 這樣的設備我們在兩三年前就已經做出來了 我們有做出兩種設備可以達成 第一個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方式 這個叫做 lightning轉移 這個叫做usb webcam to lightening的轉換器 這個比較便宜啊啊這個東西他的缺點就是 有一些小缺點啊 也有優點 那我們等一下會講 那另外的方式就是我們最新研發出來的這個 usb webcam轉iOS的轉換器 這個優點蠻多的但也有缺點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在這個影片中就介紹 好 那我們首先要demo的就是說 呃如何讓這個shadowcast在iPad上面使用 采取的第一個方法就是 這個light 呃 usb webcam轉iOS的轉換器 好 shadowcast在iPad上面使用的第一個方法 我采用的是usb webcam轉iOS的轉換器 這個東西 的 缺點是比較貴 然後他的優點是他可以做直播 可以當螢幕使用 當然啦 這樣的連接這整個系統 這整個系統的延遲會超過 100ms 所以不建議用在電動玩具的使用 你可以拿你的iPad 看你的第四臺的螢幕或者是 呃 看當成攝影機的螢幕都可以 那不建議拿來拿來直接拿來當做 那個打電動的螢幕來使用 好那我們怎麼連接呢 這個是那個 shadowcast 那我們先連接這個他的usb出來 這是他usb連接出來 usb連接這個 他這個轉換器的webcam 然後呢 這個iOS的部分呢連接 一條這個線 好 然後我們第一個要先實驗的是這個lightning的這一塊 好 那我們就 你如果使用lightning的iPad的話請你用這個lightning轉 usb3相機轉換頭連接起來 再把它接起來 然後呢再把電源給插上去 好 那這個shadowcat這邊要接攝影機啊 就接起來 這個我先用這個sony的攝影機就代替 這樣怎麼接 沒關係我轉個母轉母的 好這樣子 就這樣看得懂吧 就這樣子 視訊來源是一支攝影機的HDMI 連接這個shadowcast 然後呢shadowcast連接這個轉換盒 然後再進入這個lightning 轉usb3相機轉換器 再進入iPad 然後再打開app ubc player ubc player 打開來 好就有畫面 有聲音嗎 嗨 有聲音嗎 所以 這是當螢幕 那我還是再次強調 這只是 讓你iPad當螢幕 實際上的延時要考慮到說 這一個shadowcast的跟這個轉換盒的 延遲 所以呢 不建議拿來做電動玩具的螢幕使用 好這是第一個方法 那當然哪除了這個lightning的iPad之外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usbc的 iPad也可以啊 好這個是那個usbc iPad pro 那usbc ipad pro我請你準備這個usbc的hub 連接起來 再接上來這樣就可以了 好 一樣的道理我們來看一下怎麼使用 打開那個appuvc player 這個uvc player 打開來 一樣有畫面有聲音 可以當畫面 這是沒有問題的 shadowcast 好大概這第二個方式 那 大家一定會好奇是說 是一定只有shadowcast的可以這樣呢 當然不是啊 你也可以用那個大陸便宜的那個截取卡 也可以啊 我現在用這支25塊人民幣的截取卡 示範給你看一下 25塊人民幣的截取卡插上去嗎 然後呢 這個HDMI現在把它插上去 插到這25元人民幣的這一支 好一樣再打開來 uvc player 打開來 一樣有畫面啊 ok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ok 所以呢這個轉換盒就是要 你可以連接任何的uvc 2.0uvc的 device的裝置 什麼邏輯攝影機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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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區usb2.0的截取卡 像這個25塊人民幣這一支 可以接 沒有問題的 好的 這是第一個方式 我採用的是uvc webcam 轉ios轉換器 那這個東西 除了當螢幕之外 他還可以拿來做直播 比如說 我們就拿這個 這個 這可以做直播 畫面 這可以做switch 你在直播過程中 你可以切換切換切換 怎麼切都可以 好 這樣子 啊這可以做 臉書直播啦 你可以看這邊 你可以做臉書直播啊 youtube直播什麼什麼的 當然啦 因為他可以做直播 所以這個的 費用會比較貴這樣子 好 第二個方法 我要介紹的是這個lightning 呃這個usb webcam轉lightning的轉換器 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他的缺點是什麼 他的缺點就是他 他只有影像沒有聲音 然後不能邊使用邊充電 還有呢 他只能錄影照相 然後沒辦法做直播 那只是單純他當螢幕 一樣的道理我們這次聲明 這樣的使用 這整個串在一起的延遲是會超過100ms的 所以不建議拿來做電動玩具的使用 你可以拿這樣的使用當作是 你在做拍照攝影的第二螢幕使用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或者是 來 即時的觀看 hdi的視訊這樣子好 那我們來介紹這個怎麼點接的方式 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 usbwebcam轉lightning的方式 這個方這個技術跟他的技術不一樣 剛剛是要透過這個 剛剛那個設備上透過這個lightning 轉usb3的轉換器 現在不需要了 我們現在就需要準備一條 這個 iphone的充電線就可以了 我接給你看一下 首先把他接起來 好 這個轉換器嗎 然後把這個 這個頭 接電源 5伏特接電源 是不是電源 接起來 好 然後呢 剛剛有這邊有個lightning這邊接口嗎 就把他接進來 那這邊有個母頭嗎這邊 母頭就把這個 shadow case的接起來 可是這個是usbc這邊這個不一樣 沒關係我們透過 透過那種線把他轉 連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這usbc 然後把他連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 好那視訊來源我就接這個 sony的這個攝影機 接起來 這樣子 這個是shadow case 這樣子好 那我們打開那個適當的app 好你看就有畫面 你看這畫面是來自於這個 這個shadow case 的擷取卡 好我們來看一下把最佳化一下 我們調720p 好這樣可會順一點 畫面是來自於攝影機 好 那當然啊我們還是按照剛剛的講法 不見得要接這個shadow case 那你也可以接這個 大陸的這個 這一支啊25元人民幣這一支 那就把他換起來就可以了 25元人民幣把他接進來 然後呢視訊源把他接進來 一樣也是一樣會有畫面 好再打開一次app 好你看也是有畫面這是25元人民幣 好 好這是 所以說啊 你只要是符合 usb webcam 2.0的格式基本上就能夠使用了 好 那同樣道理我們來換下那個ipad pro 這個ipad pro 那usbc就不是lightning的接口了那沒關係我把他換掉 換成那個 這個的充電線 這個充電是usbc嗎 那就把他連接起來 然後再把他接起來 這樣子 然後 shadow case的放上去 接起來 好 這樣接起來囉 那我們來看看 好你看就有畫面了 那這畫面是來自於這個 我們把他調成那個 720p 好有畫面了 他這畫面就是來自於這個 shadow case 這一支 shadow case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好我們來做個總結 這個shadow case的這個 就是這一支 他其實無法直接在ipad 或者是ipad pro usbc上面直接使用 你必須要透過一個 將uvc 的訊號轉換成ios看得懂的訊號的這個轉換器 才可以在這個ipad上面使用 那我剛剛就介紹兩個方法 一個是這個小盒子 usb webcam轉lightning的這個轉換器 這比較便宜 但是他的限制條件比較多 好 那我還有介紹的是這個 這個lightning 這個usb webcam轉 這個iOS的轉換器 好兩個方式都可以達成 在ipad上面顯示的目的 他們的唯一的精神就是將uvc的訊號轉換成ios看得懂的訊號 所以呢 這樣就可以實現這個shadow case的在ipad上面 使用的這個目的 好謝謝大家